这艘潜艇可以前置深海250米深处并且待上半年 它能航行20年而不用补充燃料 它携带潜艇史上最知名的武器 这就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号俄亥俄级潜艇 也是美国海军最大的潜艇 它的制造来自于200多年来工程跨越的结果 前后经历了6个关键的发展阶段 让潜艇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先进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美国潜艇的内部 一堵其惊人的工程壮举 布拉德舰长正在带领美国宾夕法尼亚号 及其舰上165名组员进行巡逻 通常这些艇员在海上巡逻一带就长达72天 在此期间 宾夕法尼亚号将悄悄通过太平洋深处 这艘潜艇之所以能成为海上的超级杀器 一切都始于1776年 这是全世界第一艘作战潜艇 它像一个中空的木球并且空气不及有限 当时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美国人发现自己有着严重的劣势 战舰远逊于强大的英国海军 于是他们设计一种新型船舰 让人在水中携带炸弹 当抵达对方战舰时 埋下炸弹并迅速逃离 并且整个过程不能露出水面换气 于是美国工程师挖空两块像素拼出这艘船舰 他们抵造酒桶用铁环矿柱两半 并用柏油密封连接处用以防水 在操作员的下方有个水槽 装满海水后木桶就会下沉 这就是全球首艘作战潜艇海归号 基本上只能容纳一个成年人 他的动力需要依靠人力脚踩 行动的时候把弹药挂在海归号背后的钻头上 到达敌人战舰时再利用钻头钻穿船体 但是工程师通过一个蜜蜂实验发现 当人类在里面待到25分钟的时候 就会因缺氧而无法完成任务 所以这也是海归号的重大缺陷 如今的宾夕法尼亚号则需要足够的空气 确保他在水底潜航数月时间 当没入水面以下所有人员都要被蜜蜂在潜艇里 每个艇员每天需要12立方米的空气才能生存 如果工作比较辛苦 需要的空气则会更多 就算在这样宽敞的船舰内部 宾夕法尼亚号的人员只要7天就会没有空气可用 那么潜艇内部的空气要从哪里来 答案就在海水里 透过将水流通电 就有可能把海水打散成其组成物氢和氧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号 俄亥俄级潜艇的内部 他们通过电解海水来制造氧气 这就是氧气制造机 一共有两台设备 其中一台设备每小时就可制造4000多升氧气 用于替换潜艇里的污浊空气并流通循环 所以有了这种装置 他们完全可以在250米处的深海以前就是数月之久 而两个多世纪前的1776年 人类第一艘作战潜艇美国海归号 操作员只能潜水25分钟就会丧失氧气 并且只有短短的两米长 于是工程师必须建造更大更先进的潜艇 这就是13里长的汉力号 早在美国内战期间 工程师突破武器科技 他们发明了被称为干式鱼雷的水中武器 一桶火药置于带刺的木杆上 将其装在停手的位置 这种炸药在当时有很大的威力 但是要将其固定在敌舰并做到自己全身而退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这种鱼雷实际上与潜艇相连 必须要驾驶潜艇营向目标 若是太浅就会爆出水面 若是太深就会错过龙骨 只有不偏不倚才能击沉目标战舰 早期潜艇工程师为了加强操控性能 在挺身内把金属压仓物锁在轨道上 操作员通过将重量前后移动来改变潜艇的前后角度 但是一旦操作员将重量前移过度 潜艇的前倾角度过大 就无法把重量拉回来 所以这套系统极为粗糙不够精确 更别提能够精准的投放干式鱼雷袭击目标了 人类早期建造潜艇都无法做到精准的操控 于是他们从大自然中寻找灵感 他们在潜艇两侧安装了像鱼器一样的舵 自此以后 艇长就能精确地控制潜艇的深度和角度 并用这种技术 汉利浩成功地把干式鱼雷插进敌方军舰健身 因此他也成为首艘基层船只的潜艇 他代表着潜艇设计的大跃进 如今的宾夕法尼亚 一如他的前辈一样也有其壮舵 叫做水平舵 他们由艇上最年轻的两名组员负责操控 操作员的指令经电子传递置为翘舵 通过调整角度让潜艇在水中上下 丁西法尼亚号在舰围有第二组水平舵 很像是飞机的升降舵 控制着潜艇的角度 让潜艇在水下就像是飞行一样 特别是用餐时要将上下调整到水平状态 否则餐时全部滑落 1864年时 水平舵让汉利浩的操作表现优秀 但是近距离的放置弹药让其处于险境 80年后工程师才想到了办法让远距离攻击成为现实 这就是二战中各名昭著的德国U66U型潜艇 二战时自推进鱼雷让远距离攻击成为可能 这种鱼雷的动力来自一桶压缩空气 发射时湖门开启 空气打入两个火塞 这股动力带动螺旋桨让鱼雷在水中推进 但是这种鱼雷有个致命的瑕疵 以压缩空气推进 会留下泄露踪迹的气泡 这样就轻易地被对方发现 于是德国海军又设计了一种鱼雷 它不会留下任何气泡伪迹 它不靠压缩空气来推进 这种新式鱼雷仰赖电动小马达 但是需要巨大的电池来供电 鱼雷需要设计到七米长才能装得下电池 而为了能搭载22枚这种新式鱼雷 潜艇也给制造的巨大无比才行 于是77米长的U-66潜艇诞生了 这个水下刺客在二战期间击沉了33艘船舰 潜艇上巨型的鱼雷军火库 但它不用返回基地重新装弹就能抑制攻击 如今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号的马克48鱼雷 不仅限于直线发射 它的自动装置能准确地将其引导至目标 一条光纤自鱼雷后端卷出 传送着武器官的指令 这能让它遥控鱼雷直至目标 当鱼雷接近目标时 内置感应器便会锁定目标并痛下杀手 时间回到1943年 当U-66潜艇可攻击多个目标后 才需要返回基地重新装弹 但是吃油发动机很快就没了燃料 为了在海中待得更久 这就需要寻找新的动力来源 于是德国人发明出用来搭载燃料的潜艇 他们称之为奶牛 为此工程师给标准的德军U型潜艇加装油槽 使它能够储存400吨燃油 加油时奶牛潜艇需要浮出水面 由小艇牵引油管连接 加油一共需要5个小时 在此期间两艘潜艇都无法下潜避险 一旦遇到敌人便束手就擒 二战快结束时 德国加油潜艇被盟军击成10艘 这说明在海上加油太过危险 1945年原子时代的降临又让潜艇动力有了全新进展 美国科学家试图驾驭人子分裂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 用以驱动全新的潜艇 他们在潜艇上安装核反应堆 能够通过由裂变引发巨大的热能释放 该热度用以产生蒸汽 蒸汽穿过一系列的涡轮使其叶片高速旋转 从而驱动螺旋桨 但是核反应堆非常庞大 新潜艇必须要足够大才能装得下 1954年美国鹦鹉罗号核潜艇问世 这也是全球首艘核动力潜艇 仅用4公斤重的油燃料竟然可以航行10万公里 如今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号上 这道防水舱门的后面 安放着美国最高机密的设备 这就是潜艇的核反应堆 它的力道远大过鹦鹉罗号的反应堆 电力输出能轻松推进1.7万吨的宾夕法尼亚号 以45公里的时速穿行水中 同时供电给潜艇上无数的机器和装备 仅用拳头大小的油块当燃料 这艘潜艇自1989年服役至今还没有加过一滴油 它潜航在大海里唯一的限制就是食物 潜艇上备有三个月的食品物资 也是美国海军中数一数二的美食标准 因为潜艇官兵需要美食来提振士气 每到周六晚上就是披萨之夜 不过就算吃饭时间也要保持高度警戒 潜艇人员最怕的就是火灾 所以他们举行消防演习跟吃披萨一样频繁 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潜艇就是最好的教训 它于2000年沉没 潜艇上全愿丧生 库尔斯克号在海底被打捞出来时 显示舰上组员来不及控制火势 继而出现潜艇爆炸 作为潜艇消防人员必须在六分钟内控制火势 1954年鹦鹉罗号证明了潜艇的核动力威力 它几乎可以无限期地待在海中 但是鹦鹉罗号的火力有限 它搭载的是传统弹头的鱼雷 于是美国海军想要把武器也换成核武器 但是潜艇又要更大才能装得下 很快苏联率先实现了这种突破 潜艇上发射导弹要将其先浮出水面 然后把导弹掉至甲板之上 但在水面的潜艇很容易被敌人轰炸机攻击 所以美国人想把苏联的突破再推进一步 他们设想让潜艇在水底发射导弹 这是史无前例的设想 火箭发动机需要空气来燃烧 所以无法在水中运作 于是工程师考虑改为采用压缩空气 逆绝就在于导弹舱口开启石密封 避免海水涌进发射管 即将发射那一刻时密封被炸开 海水还没有机会涌入时 一个阀门开启 把一股压缩空气打进发射管底部 气压把导弹推出发射管 时速超过80公里 此动能足以击穿近40米水深 当火箭一进入空气就能点燃 美国乔治华盛顿号搭载16枚这种新式北极星导弹 于1960年下水 每一枚导弹比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威力还要强40倍 并且能够实现水中发射 如今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号搭载24枚三叉戟核弹 发动核弹的攻击命令经过加密 确保指令直接来自美国总统本人 这些导弹巨大无比 穿越水体不能光靠压缩空气 他们使用小型火箭发射于一缸水中 水因过热而即刻转为蒸汽 蒸汽柱推送导弹穿越海水而进入空气 光是宾夕法尼亚号上核弹头的毁灭性 就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投过的所有炸弹总和 1960年乔治华盛顿号首次实现了携带核武器 但是敌人还是能够侦测到他的出没 于是工程师不只想要潜艇变大 还要想办法让潜艇实现隐形 在深海中光透过水的距离不过几百米 然而声波在水中可以传递千百公里远 宾夕法尼亚号潜艇上的甲板装备 运转机械等一切都有橡胶减震设计 把来自振动的噪声减至最小 其次螺旋桨加快旋转会留下一条气泡 气泡的破灭就会产生噪音 这些气泡里不是空气而是蒸汽 蒸汽则是因为海水沸腾而产生 当潜艇的螺旋桨快速转动 叶片上形成了低压区 这种变低的压力让水不用加热就会沸腾 因而产生蒸汽气泡 这被称为气血 宾夕法尼亚号潜艇的螺旋桨设计是滴水不漏的秘密 但是螺旋桨要能安静运转有个已知的基本原则 气血现象只会发生在螺旋桨快速旋转时 减慢螺旋桨转动就能减少气血现象 因而降低噪音 但是减慢螺旋桨转动也会降低潜艇的推进力 于是工程师设计出一种独特的螺旋桨 专门造型的叶片数量增加了四个 它能在低转速下产生大量推进力 至此潜艇几乎不会产生气血现象 从而让它安静地潜航于深海 好了这就是潜艇的发展历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您对此类视频感兴趣 欢迎订阅关注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